4月1日 第23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以視頻方式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晚還在北京以視頻方式 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豐德萊恩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歐洲所長崔洪健表示 會晤在複雜的國際大背景下舉行 體現了中央雙方對通過合作與對話 解決問題的期待 儘管中央關係近兩年來在疫情 在國際政治變化的背景下 它面臨了一些挑戰 但是雙方仍然堅持要合作 堅持要對話 要溝通 這根本說明峰會的召開 體現了中央關係的收穫基礎和韌性 我覺得也說明中央雙方 現在面對越來越多的 這個挑戰 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形勢變化 從歐雙方都更重視對方 也都看好這種合作和對話的這個前景 崔洪健說 近年來歐洲自身競爭力下降 內外矛盾多發 焦慮感加深 美國在影響歐洲對華認知方面 帶節奏很厲害 對歐洲影響很大 歐洲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 也缺乏理性和客觀的視角 現在呢 在中方看來 歐方現在對中國的一些認知呢 還不夠自主 至少他受到了一些外界的影響 受到了一些國際形勢變化的衝擊 他還沒有形成一個更穩定 而且更全面 而且更客觀的對華認知 中方對於國際秩序變化的展望呢 是世界多極化 因為有一個建立在對華自主認知基礎上的歐洲 和他的政策以及歐洲的發展 才能夠形成一個推動世界多極化發展的一個良性的一個狀態 烏克蘭危機成為此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中討論的焦點之一 崔洪建表示 在烏克蘭問題上 如果歐洲不受外界蠱惑 拋棄冷戰思維 這將有利於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上起到積極作用 在結束以後呢 也曾經想著找到一些新的創新的方式來解決他自身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呢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他的效果並不理想 不說這個危機來了 然後我就不去思考他的成因 去思考的背景 不去思考導致這個問題的真正的根源 而就是說好像這個衝突解決了 或者說讓他停下來就行了 因為如果不解決後面這些類似於有冷戰思維的這樣一些安全結構 安全機制的問題的話 那實際上俄烏衝突 它今後有可能還會以別的形勢來爆發 崔洪建說 中歐在推進經濟全球化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践行多邊主義等方面有很多共識 良性的中歐關係對於全球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 中歐雙方在發展 在和平 在這個人類文明的這個建設方面 實際上都有很多共同或者相似的一些立場和這個目標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中歐雙方的合作本身就表明的 本身就代表著世界的一種穩定因素 然後如果雙方能夠在合作基礎上 進一步加強對這個國際社會的一些貢獻的話 那就意味著這個 現在國際社會的這種穩定因素和力量在上升